字幕志愿者 江湖 请大家订阅 订阅美德 大家好 又是都市人煮晚餐的时候 都市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快盐 今次我会弄一个粟米鱼肚筋 最快的方法是看到有些乾瑤柱 浸不切,有甚麼辦法呢? 用熱水浸泡 當然,如果你有時間浸泡一晚 但如果沒辦法,用熱水浸 用保鮮紙焗著,15分鐘就浸好了 魚肚,沒辦法,一定要化定 可以放冰箱,隨時拿來溶雪 魚肚溶雪很快 粟米湯,完成 還有雞蛋,稍後會煮 切魚肚來說,喜歡切絲也可以 切粒也可以,隨大家 我覺得切一些條狀 吃下去會更好吃 不用太長 我會這樣切,我會切一半 這樣就這樣 如果厚身的,粗身的 就可以再切一切 這樣就好了 不要切得太細粒 切得太細粒就沒有咬口,就不好吃 就可以這樣切 其實這裡份量多,不過我反正都解凍 油就在這裡,我免得再去冰 這裡四人份量都足夠了 那些瑤柱用熱水浸了十分鐘 我們就硬碎它 當然,如果有時間的話 當然是浸幾個小時 但如果真的沒有時間 回來,很想吃的 就可以用這個快速光法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火 我們就可以煮一煮 那些瑤柱,讓它們再軟一點 還有,我稍後會水滾 就落魚肚下去 煮一煮,讓魚肚 就入了這些瑤柱味 那才加粟味湯 那些水就滾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放些魚肚下去 那一路可以滾了些乾瑤柱 再軟一點 還有魚肚始終發源 它都是生的狀態 那我就現在可以用這些熱水 有瑤柱的水去匯一匯它們 那這裡大約煮去十分鐘左右 那好吧 我們那個魚肚和乾瑤柱水 都滾了一段時間 那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放些粟米湯 那記得買那個cream的粟米 就不是一些圓粒的粟米 因為那些圓粒的粟米 就要來做沙律的 那這些就是那個粟米湯 那當然有一種呢 就是有調味的粟米湯 那這一種呢 其實只是一種cream的狀態的粟米 那另外一種 剛才所說的就是一些圓粒的粟米 那最後都要大家試味 那如果你說用那些粟米湯那些 可能都已經夠味的了 這個呢 就未必會夠鹹 但是我有瑤柱在裡面 那所以呢 最後都要試一試味 那就可以去煮一會兒 那好了 湯煮了一段時間 那其實都已經夠了 那最後我們做些什麼呢 是關火 將化好的蛋 放進去 等一會兒先 不要心急 過了一會兒 我們就 小小力 輕輕力 打一個蛋花出來 那其實這個湯 就已經做好了 這個就是我今次煮的 瑤柱粟米魚肚筋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 就請給個like 多謝了 拜拜